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场好天气 艳阳高照 人潮众多 几乎挤满空地 女生站在高空吊车上 抛出鲜红绣球 台下一群男生看到绣球 纷纷举起手来 有的人甚至跳起来 争相夺取绣球 最后有眼前这位戴墨镜的男子 得到和女生配对认识的机会 这里是嘉一市有名的 大福新宫月老祖庙 在14号夕阳情人节这天 举办抛绣球活动 要让未婚男女抛出幸福 抓住真爱 带您听听参与者的访问 这次活动有80多位女性参加 男生则超过400人 场面相当热闹 庙方也特别邀请艺人 扮演月老和月老婆增加喜气 此次活动 庙方也有加码送好礼 接住绣球的男子 都可以得到精致的礼品 现场也准备点心饮品 要让参与者在庙前聊天 互相认识 就是要促成好姻缘